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都是稳定的好天气 北部的高温甚至还可以来到25 26度 中南部甚至可以来到27到30度左右 所以这个周末假期不妨安排个旅游出去走走吧 另外还要提醒您的是 因为台湾现在吹起偏南风 也许外岛地区会有一些局部雾的状况 提醒您一定要特别留意航班的资讯了 接下来您关心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 我们来看到北部地区 明天是晴朗的天气 这个最低温是16度 高温来到26度 陶珠苗地区 明天是晴朗的好天气 这个最低温是14度 高温来到25度 中部地区 明天是晴朗的天气 最低温是15度 高温来到26度 雨林嘉义 明天是晴朗的好天气 最低温是16度 高温来到27度 南部地区 明天是大晴天 这个最低温是18度 高温来到30度 东部地区 明天会有一点零星降雨 但是降雨距离只有30% 这个最低温是16度 高温来到26度 我找地区 明天是晴朗的好天气 最低温是12度 高温来到24度 最后的华人气象小丁丁 要告诉您的是 冷气团安已经减弱了 水气已经变少了 到下周三以前 都会是晴朗的好天气 不妨安排个旅游 出去走走吧 以上就是这节的 华士生活气象 先把时间还给主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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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